嘿小伙伴们 欢迎来到Wild Horse 马列的钓鱼频道 上一次我的线已经老了 哦爷爷 什么状况 直接把钓足给甩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线太老 所以重新把水滴轮上装了新的12磅的尼龙线 顺便呢 我就把这个鱼竿给换成了一个 medium action的popping的杆子 上次钓鱼的时候 我发现傍晚的时候 鱼的活性已经非常强了 它们可以去攻击水面上的鹿儿了 所以呢 就换这个popping的杆子 可以用一些水面耳来钓 OK 我们开始吧 因为天还比较早 太阳还算比较大吧 所以我就先玩这个crime bait 看一下 军用飞机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用它拨这了 因为我的这个红色的crime bait 上一次已经斩获了三条四条鱼了 上鱼了我去 好久没有用crime bait上鱼了 一条小的baby 上鱼了 它不滑这 这是落水癢 所以现在 我们上安东尼奥已经可以钓它不滑这了 上鱼了 我的天呐crime bait 只可惜啊 太黑了 嗯好嘞 OK 所以呢 今天我就赶紧玩水面吧 就还用我这个小情话 今年春天的犬床 估计也就这样了 应该是结束了 NO 这个蛙是一个小蛙 我有一个大一点的蛙 去年在大理沙沟的时候搞丢了 被鱼 yes 他泊着 正说这话呢 他就来是吗 他泊着就是这么好玩 非常刺激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鱼咬到这个耳了之后 你要等一秒钟 然后再杀钩 鱼不大 12寸的样子 但是呢 这是我今年的第一条 用青蛙钓上来的 看他这个钩子挂在了他的嘴的这里 没想到这么快 真的是太好玩了 其开得胜 OK 拜拜小宝贝 好 看是我们的第二条 那边有个哥们 你有听到他的声音 还悄无声息的啊 Hey br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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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Cutter baby 这位大哥钓的是什么耳 没看到 他钓的不是水面 嗯 通常来说这个耳一 一坠到水里边的时候 坠落到水面的时候 这个 鱼就已经朝这边游过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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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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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